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那麼今天台股開平盤之後往下走 目前正式跌破季限 當然在今天所有人 我相信國內的氛圍會比較緊張一點 我们在讨论整个非常重要的改革 那当然整个氛围不好的情况之下 或许最近美股在强势震荡整理 但是你看到这个个股上面 走势相当的精彩 那么昨天一天 很多跌升反弹的股票 亮灯亮灯出大量的出大量 那我相信很多人在前天看到 我们第一波收割的时候 那么当然心里面会觉得说 这个回补之后 我的股票有反弹了 徐老师你的转折抓得很准 那为什么今天马上又跌破了季线 那我昨天特别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说来到季线 它会不会抵抗成功 要看结构 但是我们当时帮你设定的 我说一旦跌破原始上升趋势线 各位投资朋友 季线它不会是支撑 它只是一个平均数 所以今天盘中 目前台股下跌58点 现在下跌62点 越过成价量是839亿 昨天反弹走量缩 那就代表什么 盘面是以跌升反弹的股票为主 当然你今天要在追价的力道 可能就不太足 那么季线失守之后 该怎么看 一个大方向给你 还是向下看 所以我说这波反弹的弱势 你能够处理你手上套劳股票的时间 其实是不多的 那反推嘛 我们布局第二波空单的脚步 也会非常的紧凑 所以我们这一波从万点高空路正式启航 4月6号 当时讲过的台股双二一的转折 当你看到三支会骑 骑攻万点攻不上 指数在原地踏步 风雨欲来 那么当然这两天完全印证了 所以印证过后 就是紧接着乘胜追击 我们在4月14号 周线解完之后告诉你 原始的上升趋势线都还没破 我坦白的讲 很多的股票已经跌到这里 有的已经跌到这里 甚至有的跌到这里了 为什么 你看这一档指标股 3552的同志 今天还在破底 189块钱 一档本来快600块钱的股票 跌到400 400之后竟然还能够腰斩 跌到200 所以我常常强调一件事情 永远不要去猜 股票会跌到哪里去 而是你要去把握 每一个当你套牢之后 它的反弹点 就好比说举这个例子 对不对 假设你之前同志套在这里 你去低接 刀子接错了 至少你等反弹上来 虽然没有办法做解套 但是你可以扫赔嘛 对不对 扫赔你卖掉 你不用去忍受股价今天腰斩 不是吗 所以我常常强调一件事情 我说当空投趋势已经确立了 空投的结构已经浮现了 很多人都非得等到说 徐老师我当地的季线测测看 说不定现在多头还会往上再攻一波 如果你有这样的期望 那我可以很明显的告诉你 你应该担心的不是大盘 你应该担心的是你手上的股票 所以我们最近讲了很多高档转弱的例子 虽然有的我没有办法放空 上3596的致意 这一档股票我们之前在高档的时候讲过 我说我没有办法放空没办法 因为是时间跟规则的关系 但是至少你避开多单 你左看右看 这个看起来都像同步嘛 对不对 我们进去空了3324的双红 也是一样啊 在台股攻万点的时候领先破季线的 我们拿起来空 后面都是赚钱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在万点追股票 如果你破季线不停损 这边不逃命 你现在是呈现套牢的状态 所以我在这一波的节奏我讲的非常的清楚 之前农历新春开空盘 油空翻多 面离清明节 我们选择空手 清明节过后告诉你 我们准备正式 布局空单 为什么 二月跟你讲的 三月会强迫回补 那三月强迫回补到四月中 对不对 已经补完空单了 就是先呈空后杀多 回归基本面嘛 所以关键时刻 我们正式选择出手 站回空方 这一波的资金行情 我没有带着你去被嘎嘛 不是吗 很多现在放空的投资人 之前听过空军大师讲 一路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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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到快一万点了 嘴巴都闭起来 还是继续讲 这是最后逃命 当然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像对嘛 涨到快一万点了 是最后逃命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是从前面被嘎上来的 你现在想要再空 早就没力气了 不是吗 所以我说一个顶尖的超凡手机 要告诉你什么事情 类似这种关键转折 类似这种关键转折 才是你要的嘛 很多人常常问自己 我在股票市场很认真啊 我看基本面 我看筹码面 我所有的网路 我所有的讯息 我所有能够接触到的 我全部都接触了 那 为什么在股票市场赚不到钱 原因很简单 如果你这边 没有分析好结构 你这边看不懂转折 当大盘在往下的时候 我过去常常讲一句话 我说当股票再高档 基本面 如果你看到的是利多 早就发酵完毕了 接下来只剩下技术面跟筹码面 很多人到最后才觉醒 对耶 屈老师 双红 天大的利多 基本面很好啊 怎么看左看右看都很便宜 对不对 哇 一里探紧 奇怪 为什么我做多张会赔钱 原因很简单嘛 你不是买在这里嘛 你是追在这里嘛 不是每一档股票都能像大力光这样子 不断的过关斩将 如果每一档都像大力光 那我告诉你现在台股早就五万点了 不是吗 所以回过头来讲 我这边提醒你 我们选择站回空方 我们空两种股票 高档转弱的 中继再跌的 所以当然我那时候提醒过你这件事情 我说原始的上升趋势线不要破 一旦破了 就是多杀多启动 结果来到季线 第一次防守 你看光来到季线这小小一段 我们的空单已经赚这么多了 昨天稍稍的做反弹 那很多人讲这边是A 所以这B 接下来才有C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如果这一段不是A A如果跑到这里 A如果跑到这里 所以我常常强调我说 你怎么算波浪 我都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每个人都有分析的方式 很多投资朋友 也是喜欢用波浪来算 对不对 可是波浪的对或错 你必须要看结构 这是没有人会教你的 所以我说 很多人最近在猜 哇来到季线是支撑 你看 它现在看起来季线是支撑吗 好像又不太是 因为盘中跌破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 你不要去猜低点在哪里 而是当你验证我们这边 4月6号空单布局 这边做第一次收割 反弹上来是预期之中 但是问题是 要紧接的布局第二波的空单 因为这个反弹相对的弱势 那为什么会这么弱 解铃环区系铃人嘛 我们说这波往上攻击 带动台股的 当然是电子股 对不对 不是金融也不是穿产 这是电子 电子之前周线 创波段新高 那我说过了 创高没有回头路 必须要化解背离 一旦失败 这一段会来 这一段会来 那么当然 鸿海的大秀让很多人瞠目结舍 超级无敌大牛 居然跳空往上大涨 对不对 外资写了个报告 股价就飞天了 是这样子吗 我说这是烟火大线 你小心追加 结果后面电子下来了 后面电子下来了 对不对 日线已经确认背离 接下来就是等周线 确认背离 那电子股一旦 周线出现周背离 就只有两种走势 要嘛你强一点 就横向整理 可是我认为这个几率不高 毕竟我们台股涨了21个月 随便修整个三个月 你就头晕了 所以电子股要特别留意 目前还没碰济线 但是也不要因为没有碰济线 心怀希望 这一根大量已经告诉你 被吞噬了 空方讯号强烈 接下来 很多的中小型股 很多的中小型股 你要小心的是 重演 六四一是华汉的模式 头部确立完之后 空中起跌点 转 最快 至于是什么样的标的 休息一下之后 我再告诉你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 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一纸旧世界 一纸旧世界 来回到现场 那当然 这一波时间的转折已经到了 盘氏也确认 弱势的股票 高档转弱的股票 已经先走空了 那有些股票 我最近解持股 居然解到这一张股票 我真的很替投资的朋友 觉得惋惜 这张股票是5349的先锋 那已经很久没有人提它了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49块钱摔到这边 是29.8.5 那我为什么游标停在这里 你知道吗 105年11月14号 是台股这一波的起涨点 8879点 从8879点 一直攻攻攻 攻到快1万点 你知道吗 先锋居然没有跟着上去还破底 那当然我解到这一档持股 我都会问投资朋友说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一档 原因就只有一个 徐老师 那时候我看一支起来 好漂亮的 结果抢进去呢 它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其实我也没有赔很多 那我也没有赚 那我就给它放着 放着放着放着 就竟然放到破线 筋钉钉钉 因为它想起我之前讲的话 我说当台股涨到1万点 你要小心 除了高档转弱 还要小心中继再跌的股票 那时候我讲会赚科 我空联雅 所以这张字卡对你重不重要 很重要 你手上有这两种股票的 你不是每个人都会去买先进光 不可能 你一定有其他的股票 台股攻到1点 你不但没赚钱 你现在还赔钱 当然 这是上个礼拜 新进来的投资朋友的持股 我早就处理掉了 我今天看到它破底 印证我的看法而已 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1点高空路 才刚刚热升 才刚刚热升 你看现在指数在9700点 随便晃个一下 每个人都吓死了 对不对 有些股票先咖完空的 很多啦 只要股票一掉下来 市场就会选择1万 然后天天跟你讲什么 先进光 每个人也先进光 对不对 全市场就全部人都买先进光 奇怪 股本就有9.3亿 每个人都买得到 是这样子吗 不是嘛 我这样讲虽然很白话 但是我希望你听得懂 所有的目光都已经 注目在同一个焦点的时候 我说过之前魔术是会变魔术 你们就去看先进光好了 然后你手上股票破底 你认为它就是未来的先进光 你要这样安慰你自己吗 不要 面对现实 万点高空路早就已经启动了 锁定高档转落 中继再跌的股票 你来台北股市是要赚价差 赚价差才是真王道 我空翔碩利多一堆 为什么空 先加空后杀多吗 319我空 269我补 一来一回50块 落带 我做空单不会只做一趟 如果它还会跌 我就再会空 我会把它给空回来 但不是现在 该反弹就让它反弹 我就不小心补在最低点 差一点 这样的操作应该算满意的 莲雅 中继再跌 股票跌很深 错 股票一跌起来深不见底 不要去找低点 265我空 228我回补 37块 10兆就好了 翔碩你空10张 联雅你空10张 你就87块钱的价差了 但是你要下定决心 我要把转弱的股票 我要把会跌的股票 全部找好 该出手我就出手 金居 很多人猜到我空这一档 对不对 空完之后 昨天有人很紧张了 需要这里空50块1% 我去追空债45块钱 怎么会这样 这是我们的操作 我再提醒一遍 如果是我在操作的股票 麻烦各位投资朋友 千万你不要打电话进来 问我的服务人员 该怎么处理 因为这是我们会员的权益 你可以在旁边一直印证 一直印证就好 我在补的时候 你去追空 那就很可惜 因为我在赚钱放口袋的 因为我在赚钱放口袋的 补一半 然后呢 哇 金居今天不得了 昨天掌停板 今天站回季线 对不对 需要这里另外一半的空单怎么办 我空在这里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跟上节奏 为什么我会选择补一半 你现在知道了吗 有些股票高档在转弱的 不要去拆低点 我在空双红 现在没有人讲双红 因为破线了 九十块四毛钱一定空得到 整天都可以让你空 空完破底 然后呢 今天反弹 我个人觉得很弱 很弱 但是操作的细节 我还是希望你跟上来 毕竟 节目只是让你印证 我们的操作手法跟节奏 方向先对 再来谈细节 现在很多的股票早就已经走空了 中小型股 电子股 那你该怎么去处理手上的这些股票 我只讲过一个大原则 那这个大原则 当然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你的股票已经高档转弱了 如果你的股票已经高档转弱了 高档转弱最危险 现在破线对不对 你摊开基本面 哇毛骨悚然 都在撩架 那你为什么会追这里 因为它很强 不是吗 这边很强就变成一个头 所以高档转弱的 如果还有赚钱的像金居 OK啊 营收还不错 反弹倒计线 急刹我们补一半 另外一半我们再看 可是如果是这一种 听好各位投资朋友 我花一点时间跟你讲 如果是这一种 以筹码账为依规 基本面 普普甚至是亏钱的公司 你要特别特别小心 因为台北股市的中小型股 有一个特色 就是一旦反转 它连盘头都不会 就直接V转 如果你看周线 如果你看周线 这个不叫V转吗 这根本连盘头都没有 如果用对称形态来看 至少要对称到这边 才叫盘头 但是它是直接下来 所以我已经帮你找好 第二波要布决的空单 你看到我们第一波收割 4月6号到4月18号 牛刀小事啊 刚刚才开始先热身 至少我的投资朋友 有些比较不习惯 当初说 我在新宿开红盘之后 油空翻多很多 就跳进来 徐老师我就在跟你自己做多 没想到清明过后变盘 那我告诉他们 你该变你就变 手上没多单 现在多轻松 对不对 至少你钱放在口袋 你就胆了 那我们第二波要布局了 来 这一档 防护元件 高档转弱 先搭空后杀多 那第二涨掉 被动元件 最近被动元件很夯 因为国具的效应 每个人都认为 被动元件是非天赚地的股票 结果有一家公司被动元件的 本业亏损 然后空单被强迫 补在最高点 吃得搭搭 一滴都不剩 这跟我当初空降溯的位置 完全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 这一波我们在布局的节奏里面 我说过 我不会漫无目的地 随便告诉你我空什么 我不要 我是这一波收割完 再布局下一波 那你不要等到我 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 空单一直收割 一直收割 一直收割 你才想要开始南下 车都已经整个台南去了 现在还在 南港 都还没到台北 南下自由座 请你好好地把握 你有任何的困难 告诉我的服务人员 我让你自由配 轻松驾 足可以操作顺利 我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